主席主席和主席主席, Mr. Zhang Zhang, 今天来谈谈G-Force, 把PC游戏移动到 VR时代的游戏移动。 尊敬文琪,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众部好。 首先,感谢HTC,感谢日本的邀请我们参加 今天的VR的生铁拳大会。 我相信刚才大家聆听了上午的演讲,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Tom在介绍VR的Listrix的时候, 他有讲,当时他设立的一个System, 要用八个Vest Machine。 八个Vest Machine,你可以想象一下是很庞大的一个System, 可能要一间屋子帮助我们去装下一个System。 而且,就算你装下一个System的效果, 可能比今天你们看到的VR的效果还差很远。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很高兴,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Developer, 我们的每一个User, 一定不再需要八个Vest Machine, 你们可能只需要一张小小的GPU, 就可以在你的Desktop, 或者在你的Nogo里面去实现我们的VR的计算。 那在VR的计算当中, 我相信大家可能在曾经, 刚才在我们所有的来宾的介绍当中, 有一个最大的市场就是Gaming and Entertainment Market。 但其实,不管是哪个市场, 每个市场对GPU的应用的需求都是非常大的。 我们可以去看看在计算力庞大的背后, 如果说能够推动整个VR去进展的话, 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内容, 每一个Content Developer, 让它的内容去实现更好的效果, 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冲击器, 帮助我们去实现我们的每一张画面的宣传的原则效果。 在GPU当中, NVIDIA我们可以去看看它推动整个行业发展的最大的一个内容市场, 就是游戏。 我们都知道在全球已经有200个Million的游戏玩家, 他们是Hardcore Gamer。 他们对于游戏的追求, 品质的追求是比我们所有的Game Console的要求还要高的。 所以我们去看, 在所有这些200个Million的GeForceHardcore Gamer里面, 他们本身对于Render的需求是非常高的。 他们其实平均拥有的GPU的水平, 我们在NVIDIA看来, 我们把它分成叫GTX的高端显行。 而这一部分用户的增加的需求量,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急增。 而大部分的这些增加的用户, 刚才我们看到Aaron给大家去看到, 我们在整个这个最高端显卡的需求量的增加上面, 要在VR的需求量, 其他的Hardcore Gamer的增加量还要快, 大概是在4倍左右。 那如果说我们去看整个游戏玩家当中, 如果说每天去玩游戏, 或者看别人去Play Game的这个人权呢, 更多。 大概全球有右翼玩家每天在Twitch上面去观看别人打比赛。 而在中国的话呢, 就会更多。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几乎所有的直播网站, 每天每时每刻, 他们都在直播电竞的体育比赛。 而在电竞的体育比赛, 每一场比赛当中呢, 他们都需要的这个GPU的计算量呢, 都会非常高。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其实VR的下一步市场呢, 可以进入电竞了。 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VR电竞的这个场景呢, 可能会比我们自己大个性还要更加精彩。 因为你身临其境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玩家自己并不能够像每一个专业选手一样去比赛。 但是你可以看到专业选手比赛的时候呢, 你的那个可能观赏性跟你的可怕性呢, 会比我们以前传统的自己去Play Game的更加一致。 而这些最近的这些GPU的技术呢, 可以让我们实现影院级的这些显示效果。 所以说,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每一个游戏, 其实每一款PC游戏, 它们的显示的花质的效果呢, 都是达到电影院级的搭片的效果。 像我们看到刚才介绍的这个Developer, 这些所有的内容当中, 你会看到每一个新的作品, 它们的品质呢, 都比以前呢, 有极大的提升。 那在, 除了这个品质宣传之外, 我们增加的下一个功能呢, 是做Simulator。 Simulator的功能呢, 会比我们的这个Render还要更有意义。 我们都知道, 在任何一个这个游戏制作里面, 品质的这个展示呢, 只是一方面。 实际上最难做的呢, 是在做Simulator。 而Simulation当中, 有很多重要的功能呢, 是要靠GPU去Reality。 我们都知道VR叫什么呢? 叫Virtual Reality。 那你既然要达到Reality的效果呢, 你就要做Simulation。 所以在Virtual的这个世界里面, 你要去Simulate, 我们的这个Real Physical World, 是我们在平时去拍摄, 或者去制作呢, 更难。 因为你要模拟出现实世界当中, 各种各样的效果。 那在这些当中呢, 你就要一个, 需要很多很多的计算力的, 去帮助我们去模拟和实现现实效果当中的, 现实世界当中的每一个效果。 那我们最新推出的这个GeForce GTX 1080Ti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以往的, 这个GPU的基础上呢, 性能大幅的提升。 那最新的这个效果, 如果说我们看一下, 在过去的这个几年当中, 只是大概在三年的过程当中, GPU本身的效果呢, 已经提升了三倍了。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在整体的这个GPU每年的提升性能当中呢, 它会提升得非常快。 那如果说我们看, 大家查一下时间,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呢, GPU的计算力, 已经提升得有将近一千五百倍的。 只有这么快的速度呢, 还赶不上我们今天的这个VR, 对于这个GPU的这个计算要求。 你可以除了这个之外呢, 为了减少我们的这个每一个, 可能是计算单元的这个计算量, Vidia发明了很多的中线键, 跟很多的SDK, 去方总的去实施我们每一个, 可能是VR方面的渲染。 我们都知道VR, 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Killer App for GPU的。 很多人可能大家都知道为GPU, 在以前的话, 大家去看普通的游戏的时候, 只有这些Hardcore Gamer, 才对高端的GPU呢, 要求比较高。 到了VR的时候呢, 其实GPU的挑战呢, 非常大。 刚才在Aaron介绍当中, 我们都知道, 他们每天的希望, 就是要有更低的功耗, 更快的计算速度。 但是不幸的是, 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世界的, 我们的这个半导体的制程, 是有limitation, 那计算力呢, 也是有limitation, 你只有靠更好的算法, 更好的软件, 去帮我们去实施。 那NVIDIA呢, 专门在VR当中, 罢明了我们的, 也就是最近啊, 刚才我们在这个3月上的GDC上, GDC的会上, 发布了几款新的这个SDK的, 其中有几款技术呢, 是特别用来帮助VR的, 一个是在Direct, 12当中的Direct and More, 而这个呢, 可以让我们每一个内容呢, 能够在Windows的环境下面, 直接透过我们的这个VR呢, 它有几款技术呢, 它有几款技术呢, 是帮助我们去减少GPU的宣传能量, 第一个叫做SPS, SPS呢, 我们都知道VR有两个眼睛, 那你要是一个GPU, 算脸次,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要达到90帧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计算力非常大, 那我们有一种方法呢, 透过SPS的技术, 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每一颗GPU呢, 透过一个通道, one channel, 就可以Render两个眼睛的这个画面,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计算量, 一下子减掉一半, 换句话讲, 以前我们的developer, 你开发的游戏可能只有40帧的时候, 今天呢, 就可以达到90帧, 那另外一个呢是LMS, LMS跟MRS呢, 这两个功能呢, 是当中我们去把以前的全帧, 传统的, 靠我们的这个眼睛看到的画面, 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个球状, 在边区的地方呢, 它会变形, 那如果说变形之后, 你把它拉伸再恢复的话呢, 其实这个计算量是很大的, 那我们透过这两款技术呢, 可以直接的还原画面的这个真实性, 所以让我们的眼睛, 在头盔的这个视频下面呢, 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 而不需要去重复计算, 就在这两方面的技术加在一起呢, 你可以看到, 这新的VR的这个, developer的这个环境下面呢, 我们的每一款内容, 比以前的性能呢, 总体提升, 大概就要在一倍, 整体一倍以上, 那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的每一个SDK, 其实NVIDIA, 每发布的一个SDK, 都会在我们的这个, media.com, 这个VR的这个, slashVR下面呢, 去download, 这些全部是open, 你们都知道, 我们也曾经open了很多, 我们自己的一些游戏的这个developer key, 那有一个最好的developer key, 我也是在WARIO里面, download次数最多的, 我们那边是比较非常非常多的一个, 就是bundhouse, 那VR funhouse的这个download, 这是free game, 每个玩家都可以对他们去play, 同时呢, 它是open source, 每个人都可以去, 在他们下载, 都修改你自己的这些, 给变成你的自己的VR, 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 在今天, 在VR VIVE的这个, vive core上面, 有很多game呢, 已经是在funhouse的基础上, 改变出来, 我们也看到有些, 很多改变的一些游戏, 像你们看到的很多内容画面, 甚至于跟funhouse呢, 非常接近, 这个就非常好, 因为我们希望, 把这些高品质的游戏呢, 透过使用中间的SDK, 去加速它的充电能力, 让每一个内容开发商, 都可以用最新的GPU, 跟最新的软件, 能够开发最高质量的这个内容, 那我们在这个内容当中呢, 提供的SDK, 非常非常的广泛, 那不只是for Gamer, 其实NVIDIA这个里面的, 所谓的SDK, 可以for Designer, 可以for Gamer, 也可以for Content里面, 在我们刚才看到Education, 或者是各个不同的Enterprise行业的, 每一个用户, 去开发自己的内容, 那总体快一开发的话呢, 大概几个SDK分析的内容, 同时呢, 你要选一个GPU不够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支持VR的SLI, Pages for Multiple GPU同时工作, 第二个呢, SDK专门给Hackset就行, 那我们专门有Vive, 专门编写我们的SDK, 让它在Vive当中的每一个处理呢, 都能够加快, 而这些包括呢, context, 包括了DirectMove, 也包括了这些front buffer rendering, 那第三个呢, 那我们在SDK是当内容, 常常去制作的, 减造它们的功能量, 这个是专门用来做物理世界的模拟, 叫Physical, 这个Real World Simulation, 那Real World Simulation呢, 其实Physics的这个计算量非常非常的巨大, 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个模拟计算, 实际上是在Supercomputer的计算上去计算出来, 当然你们也知道, 很多的Supercomputer, 今天也是powered byMVSG使用, 那在这方面呢, 用Physical的方法, 去模拟现实生物当中, 可以感觉到有touch的感觉, 你可以去touch, feel, real world, 每一个object, 你可以去感觉它, 你可以甚至去跟它做interaction, 就刚才我们看到, 在Provive那个背包里面, 有很多这些跟物理物体, 物理物体去interact的这些action, 都可以透过Physics based, 你可以去实现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专门写给professional, 它们design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 不光是support今天的这些所有的apps, 同时呢, 我们有几款, 做这个GPU的这个finity, 可以让更多的显示功能呢, 能够拼接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用multiple GPU, 跟multiple display, 去宣传更大的这个虚拟世界, 再一个就是audio, 我们都知道, 模拟这个virtual world, 不光是有visual, 要去actually real, 也要让audio, 感觉是real, 所以你的声音, 你有这个反射, 有回声, 有可能是surround, 这些呢, 都能够在audio的这个SDG呢, 去实现, 达到我们在实际, 现实生活当中, 听到的声音的感觉,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vr, 把它送到我们的mobile device, 里面去显示出来, 所以你会看到, 在vr的这个, 比如说用手机, 你可以去看到的这些carboard, 可以去观察, 我们各种不同的360度的这个vr的场景, 同时呢, 透过virtual的这个SDG, 可以一键直接录取, 或者是拍摄记录下, 你整个这个content当中的vr的场景, 这些呢, 都在我们的SDG, SDG里面呢, 去给, 我们的周围的developer, 直接提供, 那当然,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你可以看得见, 其实, vrworks, 它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这个, 每一个内容呢, 跟有, 跟没有的这个差别呢, 是很大的, 你可以看到像, 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像, 标准的NVIDIA, 自己写的这个, 翻号的这个, 你使用vrworks呢, 大概20%的, performance的提升, 那对于有一些游戏, 或者有些内容写的比较好, 比如说像, vrworks, 大概会有70%到80%的, increase, 那如果说, 你的vzx, 的要求更多的话, 可能这个performance呢, 甚至于会增加过, 那有一些像, 这个可能是designer, developer的一些game, 用这个vrworks用的比较好, 能够真正的把它的性能提高, 三到四倍都有可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 vrworks, 对于我们每一个developer来讲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同时呢, 我们的vrworks, support所有的game developer engine, 如果你是, 可以用那种新的方法, 去开发那种, 你都可以去做, 那vrworks在这个, 当然从这个benchmark, 大家可以看到它, 我们的提升是很快, 但是真正给我们大家, 去感觉到, 所有的这个, vr的这个, 开发的问题当中呢, 可能大家需要的是很多的learning, 那我想learning的这部分呢, Vidia是非常重视, 所以我们把funkhouse开放, 不只是说, 开放这个open source, 可以给大家去做teach, 那Vidia呢, 可能会在中国跟美国呢, 同时去开放这个课程培训的, 那些培训呢, 会免费放在我们的这个, 可能拍的video, 制作的中文的英文版本, 放在网上呢, 给所有的developer去获取, 那同时呢, 我们会提供技术支持, 那技术支持也是在中国跟美国呢, 同时提供所有的technical support, 给我们的每一个developer,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developer呢, 都能够去download这个sdk, 变成你们自己的游戏, 开发出更好的内容上, 那这些, 所有的这些内容当中, 我相信,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怎么能够去保证这一款内容的, 这个实时的, 这个有效性, 跟它的这个观察性, 跟可玩性, 那这个最重要的就是performance, 一定要很稳定, 我们很多的VR的体验, 大家感觉不好, 或者是, 有的这个developer的用户, 觉得有的时候会图晕, 就是因为它的performance, 不能够consistent, 那怎么样去保证你的内容是consistent呢? 你一定要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不只是测试你的大部分平均的帧率, 而是要测试每一帧帧率的, 那这样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Media呢, 做我们开发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 叫做ACAT, 这个VR的一个benchmark, 它是frame catch, 的一个tour, 所以我们可以获取每一帧, 给它进行分析, 然后找出它的这个, 低帧率的地方, 让我们的developer呢, 有帧阶性的, 甚至那些地方呢, 去改进起来, 让我们的每个玩家, 最后真正的用户, 在欣赏这个内容的时候呢, 就能够有一个, 一致性的性能的体验, 而这种体验, 对于用户, 到底喜不喜欢玩这个VR的内容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tour呢, 也是可以免费开放, 给所有的这个developer, 你可以直接去VL, sdk, 上面呢, 去下载这个, 这个, 这个tour, 那当然, 要去开发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呢, 这个VR的perform, 跟buildup生态系统, 是非常重要的, 我特别高兴, 过去的一年当中, Evan在中国花了, 或者是全球, 包括全球, 花了很多时间呢, 一起去buildup这个VR的ecosystem, 那我们也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提供的部分是, 让所有的产品都做到VR-ready, 你会今天看到, 今天在中国的所有的互联网, e-commerce的网站上, 最top的, 或者最好的, 大家最喜欢要购买的设备, 就是VR-ready的PC, 那我们VR-ready的PC, 不光是在F, 在所有的logo里面呢, 我们都可以把它提供出来, 那这些产品呢, 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普及, 也很便宜, 那最低的这个, 显卡的级别呢, 已经到了GTX 1060, 就可以做到, 那1060是什么感觉呢? 你们去到街上的每一间网吧, 你们去看, 它基本的配置, 都是在GTX 1060, 也就是说, 其实, 我们所有的这个VIVE, 有机会迈到每一台PC上的话, 在中国已经有无一的娘,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新的产品, 每一个新的产品, 每一个新的产品, 光带来的是新的GPU, 我们带来的是新的, 所有的SDK, 跟它的周边的人件, 所以这一部分呢, 也是在SDK download 里面最多的, 我们很高兴的看到, SDK download, 在美国跟在中国的比例, 中国跟博物比一模一样, 甚至于有段时间呢, 中国的SDK的download developer, 会比美国的developer还要多, 这个我相信, 以后可能是一个趋势, 并且是一个常态,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的developer, 加入里面去呢, 去抛更多的contents, 改全球, 或者是改中国的市场,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自己的applications, 为期继续坚持下去, 我们会不断的去刷新, 和更新, 这个VR Homehouse的这个电影, 这样更多的developer, 能够去学到, 或使用到, NVIDIA 刚好的这个技术跟产品, 那最后呢, 我也做这个整个VR的这个生态大会呢, 能够取得更好的成功, 在明年的话呢, 我们有更好的机会, 一起去打造VR, 各行特业的应用, 也能够希望, 跟HTC合作呢, 把中国的这个生态系统, 非常全球, 也希望我们在中国, 有更多的VR, 相关的一些生态型的公司, 能够蓬勃发展, 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谢谢大家。